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的海军敦目舰队访问帛琉跟美国的军舰同框 蔡英文要营造的是台海军事同盟的印象吗 而他自己不断强调他是三军统帅又是为了哪一桩 另外金正恩在川金会上面摆了一道 回到北韩养金旭月之后他要跟普迪会面 而且这个周末还发射了导弹 莫非疯狂的小胖准备要强势回归吗 来问一介绍今天要请到的三位来宾都是教授等级的来宾 首先是国际奇迹专家赖岳清教授赖老师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民企党立委郭正亮教授 以及时间大学江敏清教授 大家好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周末在海面上有一出是大戏吗 这是三艘台湾的敦目舰队开到了帛琉去 帛琉是台湾的友邦 这个时间点刚好是美国的军舰在当地也在进行操演 所以接下来就会有媒体拍到台湾跟美国的军舰同框的照片 先请到三位来宾台美军舰同框 单数意外跟巧合吗 您怎么看yes or no 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吗 江老师认为是很巧 为什么 对 他说时间上巧合 真的真的这么巧 你看一下 这么好 就时间上来说 美军的军舰是4月14到4月20 那我们的牧林店就在是4月18到4月20 这是171 第二个地点同样都在帛琉大岛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完全没有关联 那人家美军的军员跟帛琉是200名美军 50名帛琉的警力 因为帛琉没有军队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牧林舰队呢 这个牧林的这个 敦目舰队 对 是750名海军官校大四的毕业生 完全没有关系 那是一个例行嘛 最后一个是双方不一样 我们这一次可以定调说 你的帛琉 像我们这个敦目支队啊 它是goodwill visit 就是友好的访问 它是一个例行的公式 那人家呢 美国来这里也是为了要强化 区域安全的角色跟决心 所以这一次呢 我们认为说同框啊 就是偶然跟意外 那你要说真的有巧合 我到底没有 即使要伏家虎威 或者还是借东风 恐怕还要多一点 使一点利才行 就是他要更密切的合作 只有时间上巧合两天 不算了 我认为说应该要 或者地点也要巧合 然后目的也巧合 那才是真正的大巧合 好 那我一下老师 你刚刚举的是yes 有人说这是营造台美军电 我刚举的是no 对 你刚刚举的是no 是这个是有安排的啦 是 好 那安排的原因用意是什么 一 人家说就借此刺激北京嘛 另外就是安定台湾民心嘛 你觉得两个都有吗 我觉得是在刺激北京 刺激北京 但是没办法安定台湾民心 因为 没有吗 台湾 有美国军业跟我们在一起 美国从二次大战以后 什么时候跟他等量大国开战过 没有 他没有这个经验 他只有在朝鲜跟解放军 那时候解放军的装备武器很落后 美国的武器装备很先进 而且还有空优跟海优的优势的倾向 跟解放军在朝鲜半岛打 打得美国没有任何战优势 所以美国是历史上第一次 不是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那么签了停战协定 停战 那也就是说可不可以不要打了 因为没有优势 接着在越南跟越南这样的一个军队 打了十年 最后气灰 那么就跑掉了 所以美国从二战以后 他没有真的跟他的武器 对等的国家打过 苏联没有跟他打过 中国大陆没有跟他打过 而打代理人战争也没有真的赢过 也没有真的赢过 亚洲没有真的赢过 没有 但是问题就在于 当在乌克兰的时候 你看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俄国人收回去 把乌克兰切成两半 俄军进去了 美军呢 敢不敢跟俄军直接打 不敢 代理人战争 美国没有赢 叙利亚内战 美国支持反对派 俄国的军队进去了 美国有没有跟俄国人直接交战 只支援当地的 对只支援 但是现在他的反抗军 已经几乎快要被歼灭了 那个叙利亚他们快 政府军快要统一了 所以赖家说的意思是 美国压根也不会跟解放军 有任何的军事上动作了 所以这照片看到台湾 民众心里面也知道心之肚明 对 我们也没有怎么安定的感觉 是 所以台湾的民众当然很清楚 台湾的民众眼睛很血亮 台湾的民众当然很清楚 他说你美国怎么敢跟俄国打 你美国怎么敢跟中国大陆打 两个同大国都是同等其量 而且一个14亿人口一个3亿人口 这个战争怎么打 所以台美军舰同框 如果是蔡政府要营造 让台湾民众安心 这招是没有什么效的 没有用 反而是在刺激北京 那问一下委员了 刺激对岸的媒体说 这样做台湾当局狭阳自重 不知修炼的话 终将萤火自焚或因所烧生 其实萤火烧生这个词 我刚才已经听过好几次了 好像也就这样子吧 我觉得我们江教授刚刚分析的很好 说同框可是实质又有理由说不是 比如说美国也讲过说 南太平洋愿意让台湾参加演习 可是陷于医疗船嘛不是吗 我们这是大四毕业生 就完全没有作战经验的小朋友 你跟我讲这同框有这样的意义 我们这次连医疗船都没有进 没有 没有参加演习 所以就是他讲的是没有作战 实质上我们并不是参加演习 我们是牧林的之旅 不过台湾能够去牧林之旅的地方也不多 所以时间又那么巧妙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也有安排的成分 可是也不是那么直来直往 又留了实质的理由说也不是 这就是操作的空间的智慧 我补充一下好了 这个帛琳对岸叫做什么 帕劳对不对 比较接近他的英文翻译帕劳 我为什么要补充一下 是因为蔡英文前脚去过这个帛琳 蔡英文他有宣布说 美国他台湾跟美国日本帛琳 组成了印太战略同盟 他用同盟这两个字 所以你看好我是同盟嘛 那么宣布回来了以后 我的三艘木顿木建队 感觉有那个味道 那同样子 把自己拉成跟美国跟日本 是同一个联盟的 而且美国在军演的时候 没有经过美国同意 我怎么可能 那让你的船舰进入我的眼区区 所以这个一定是两军协调 还有那个 台湾关系法 我们这边办论坛 就叫做印太论坛 印太论坛 所以 蔡英文是 所以真的是美方的印太战略 或印太同盟当中 把台湾纳进去了吗 因为 台美没有政治的外交关系 所以也不能是军事同盟 所以一定是美国也暗示 但是蔡英文也要求 你可以这么做 对 你也可以这么说 干脆来同框了 但是美国可以跟中国大陆说 没有啊 他是巧合 刚好就所以 这个敏青兄他讲的没错 刚好巧合 这么巧 就到这里来 就跟我们的教科书一样 一缸多本 自己自己去解释 因为说巧不巧 蔡总统呢 这段时间是接二又连三 不断的是去军方去慰绕 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大家记了一下这一位 之前我们 台湾的节目讨论很多嘛 对岸的共机越过了海峡中线 当时飞在空中 把对岸的共机警告 然后最后僵持了十分钟之后 台湾的说法就是 把对方驱离之后 这个和平落幕 当时台湾的飞官就这一位 我去看了照片 帅 帅哥 真的帅 有拼 比我帅比我帅 很像是多么威风铃铃 穿着军服 你看 蔣君豪少校 他是历史于 这个澎湖的天区部队 蔡总统去访问了 然后也跟他见了面 然后在之前呢 也去了一下嘉义的空军基地 接二连三视察部队 口面上 表面上讲就是要安定军心 但是否也因为时间巧合 让大家有些联想 我们是军方 是不是有嗅到一些 浮动 或者什么样的一些味道 让蔡总统不得不 接二连三去了四趟 最近一段时间 我认为是 其实应该这么说 他的目的至少有两个 蔡总统其实在四月 跟现在 跟上一次其实都有到 除了加以外 这一次到澎湖去 我认为他至少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 这等于是再次证明 军构的必要性 就你看 现在有这个两岸 海峡两岸中间 经常有大陆方面的飞机 会越过中线 军舰齐发飞机也一样来 所以我们这边他要求 所属的这个空军 如果在越过中线 就要升空拦截 当然升空有很多种做法 这军事机密应该就不用讲 拦截或者贺阻 或者驱离 或者是并驾 其驱等等 他做法很多 但他至少在访问的 这几个军事基地 他都要谈说 未来军构的重要性 所以这一次我们送美国 更多的飞行人到美国去受训 而且这一次马里亚去军构 都觉得是应该的 那第二个其实蔡军事长做的是强化自己 拉高自己 拉美 抗中的正当性 就因为这样我们是要做很多威胁 所以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才能够符合他的外交的原理 第三个层次才是比较围观的 就是让他自己在军方上面 他自己说过 他跟军方其实是很小交情的 如果说他一开始支持 两次支持有一个地方内容分析是一样的 他说我知道 我要你们升空去拦截 或者去驱离 你们压力很大 他两个地方都讲同样的字 就他这种军方的压力会很大 怎么会压力很大呢 军人服从就是国家嘛 如果真的有这种属于 因为驱离可以选择的做法没几个 我不知道 那我的意思是说 军人就以服从而添词 会有什么压力呢 可是蔡总统说 我知道你们压力很大 所以要来给你们打气 这个显示说 自己跟军方方面的关系 确实是很微妙很薄弱的 最我要说的是 孙子兵法里面讲三个 上兵伐谋 骑士伐交 骑士伐兵 骑下工程 这个在买武器方面 就反而第三了 我们伐谋跟伐交反而少了 我觉得可惜了 所以蔡总统如果把所有的 未来台湾可能的安全 透过拉美抗中的方式 强化军构 这只是在其次罚兵第三而已 他有两个更重要的选择 他没有选 我觉得可惜了 三个要点 刚刚教授 我再帮他做个rub up 第一个 军国的有必要性 拉美抗中 然后自己他跟军方的 微妙的关系 他藉由加强去探访 军事基地 拉近关系 军方有没有浮动 是否因为 真的因为共激到台 而增加了自己军方 内部的一些压力 蔡总统说 军方不要有压力 但压力或许是他 自己跟军方之间的关系 不过我会认一下 因为日本有个媒体 放一个消息出来 在4月15号 这解放军大批的飞机 跟海面上的船舰 一起大规模的 进行海空的操演 当中有一部分是 海陆联合 对于台湾进行模拟攻击 这一部分是算是 蔡总统上任之后 比较新的一个 他说这个叫新战术 是新的战术吗 对 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层面是由空打海 空对海 一个是陆战队的登陆 的一个作战 那空对海 这次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他派出去的战机 第一个是电子侦察机 所以他派的电子侦察机 是一个非常新式的 电子侦察机 我们叫做空警500 那是非常新的 它的侦测的面很广 所以他对于海面上 跟空中的这些飞行器 跟海上的船舰 他很远就可以看得到 这是一种 第二个就是电战机 电子干扰机 也就是说他第二个就运巴 用运巴去做空中的电子干扰 那么第三个 他派的是什么呢 轰6K 轰6K他装载的是 长舰10跟长舰12 这种是属于1500公里 到2000公里 很远 那也就1500公里到2000公里 他的侦察机看到了 例如说他的电子侦察机 看到了水面上的舰队 然后开始实施干扰 然后他的这个轰6K 在1000多公里远的地方 他就可以发射导弹 那么去追那个船舰 那再派两架战斗机 一个是歼11 我们判断可能是歼11D 那是最新式的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苏27 或者是苏30 这两架战机就是保护轰6K 所以这种是以空至海 打水面舰队的 而且他一出去巴士海峡以后 往东南的方向走 那就是在关岛 如果美国过来持援的话 那么在关岛 针对性非常强 针对性很强 就是专门打美国的船舰 这是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在海上 那么在岸上的时候 它是由这个舰载直升机 由正载直升机呢 那么就是直接运送海军陆战队 所以由空中资源地面作战 我们叫做空地一体战 也就是说由直升机在低空里面 资源海军陆战队的登陆作战 那这个是针对性的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已经在演练 把兵员 把陆战队的队员 透过水面的投送 跟空中的投送 那么以及空中掩护的方式 直接送到这个岸上来 等于三路空间 包括了 三路空间 对空域或者是从登陆都有 对那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说蔡英文讲的那句话 坦白说 他要我们的飞行员 对于中国大陆强制驱离 是很不道德的行为 怎么说 这非常不道德 我们的飞行员 寸土不让啊 不是应该的吗 不是我们的飞行员压力会很大 因为那是国际空域 最强调第一次国际空域 不是领空 对它不是领空 所以你不可以用强制驱离 你也不可以驱离 你只能保持警戒 这在国际的惯例上都是如此 所以他以一个三军统帅的命令 下了这个使命令 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这不道德 这个让我们的飞行员面临了 一个是军事处分 当时如果没有驱离的话 是不知道我算账了 对 没有驱离的话就违反军纪 违反三军统帅的命令 执行的话就违反国际管理 还有一个部分里面 我觉得更糟糕的地方是在 这个在去年有发生 我很负责任的说 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们的F-16 有跟大陆的歼-11 或者是跟他们的苏-27 有过几次的较量 其实武器等级差 是有半代的代监差 那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战机 他们飞的速度比台湾快 而且他们的爬升力比台湾高 而且它是属于空游型的战机 即使我们有过几次的一个较量 台湾的飞行员技术非常好 但是没有沾上风 我没有沾上风是保留的 各位可以再往下推一点 所以蔡总统这样 不断接2.3去空军基地 恐怕压力是多于 压力非常大 而且压力还不止来去 蔡总统还包括了我们 有点蛮爱凑热闹的外交部长 怎么说呢 刚才赖家说提到了运巴 运巴在这一回 其实包括了台湾的军方 日本的军方 都没有公布相关的细节 战机的数量 或者是操作的细节内容 为什么 国防部认为 避免暴露征搜的能量 就是我可以征搜多少 我不告诉你 故意对外少报了运巴的电针机 绕台的动态 我没对外面讲 但谁对外面讲呢 给大家看另外一张照片 同样是穿军装 但有没有差别 大家自己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外交部长 吴钊燮 也穿上了军装 然后PO出了这张照片之后 他对外宣布 其实知道这些 跨部会的一个会议上面 他知道了国防部的资料以后 主动对外面来公布 说当时我们掌握 共军的动态等等的内容 国防部部长 获取这道消息之后 真的是脸上三条线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要保留我们的尊重能量 但是居然国防部的 不管是不是军机的也好 被外交部给泄露出去 请问一下郭文元 你对于吴钊燮的做法 你怎么看 穿军服 你又怎么看 吴钊燮那个照片 是在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学校拍的啦 事实上也不是F16受训的基地啦 那只是要表示 他跟美国关系很好 等一下 他是要表示他跟美国关系好 还是他要挺台湾的军方 我们的军方事实上 真的在美国的基地受训嘛 可是不是这里啦 不是这里啦 那他只是要表示说 因为我们军方 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啦 那 所以他也穿着一个军服 请问这个照片出来有雀跃明星吗 他上面那个11事实上也是一个军旅的代号 对 他用扑克牌来代号啦 所以 我还是补充一下我们月天兄的意见啦 这个 F16AEB真的是不够 对 你如果对歼11啦 所以我们才要买F16V嘛 所以不要反对啊 OK 可是中国如果进展到歼20你怎么办 所以就说这个坦白讲一直都有那个军备竞赛代差的问题啦 而且数量我坦白讲 中国的歼11是超过300架 那我们的F16大概就130几架嘛 IDF120几架 那55架换下 真的你如果说 他每次来你都要上去警戒 那个消耗量 驱离 半飞啦 真的那个消耗战就 开打了啦 那 我有一个数字就是2017年他飞进日本 就日本被迫要上来警戒 800多次 那日本的数量够啊 我们的数量不够啊 你认为吴钊燮公布国防部的资料 OK吗 我觉得还好啦 他并不是公布机密啊 这也不是什么机密啊 他只是说 美军的基地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江老师你怎么看 插穿军服 当然跟我们的帅气 空军少校是有差别的 不过对于这一点 你看国防部说 这个我们特别保留的 但外交部 这个应该由李喜民来说啦 这样子的话 有人说有这样的队友 还需要敌人吗 我这有两个感想 第一 岁月正是一把杀猪刀 这第一 第二就是 外交这件事情 坦白说 印度的铁血总理 三任做总理这个人说的最好 来看一下怎么说 低调 无声的外交 比公开的装腔做事更有效 他是印度的铁血总理 欧巴伊所说的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 也就是说外交这件事情啊 用吴钊燮的名字来说 要吴钊胜有钊 吴钊可及 吴钊蟹 你公开做一些posturing 就是装腔做事 基本上意义不大 他的发文怎么写 他特别写说 感谢美国国防部 通知亚利桑州陆克授寻基地 这是台湾F16的汉文章 是TOPGUN那种英文写 TOPGUN 他有自己比喻 TOPGUN的feel TOPGUN是海军授寻的地方 弄错空军叫Red Flag 是红旗 完全错误 这个冯金当马良 这个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外交部 又不是国防部长 不能做地方 那如果是外行 外行就做你擅长的事情 内行事情就交给 郭光是做你擅长的事情 你说外交擅长的事情 应该是要低调吴钊的外交啊 因为吴钊燮嘛 吴钊胜有钊 吴谢可及 你现在把国防机密都泄露 坦白说 那人家怎么去做处理呢 所以我认为说 吴钊燮当然希望力求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方式 基本上都还是不符合一个 专业外交官所应有的一个概念 你应该做好所有绩效 给蔡英文说 我 This is what I have done 我做这些绩效 让你无后顾之余 而不是抢出来当网红 网红有螃蟹比他更厉害 在大陆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故事 这个厨师煮螃蟹 那个螃蟹好热好热 就推开用那个熬 推开那个盖子 好热好热 厨师跟他讲 想红 再忍耐着一点 就会红了 因为螃蟹正会红嘛 对赵燮兄 想红 他再忍耐着一点 不过吴钊燮 在蔡政府 在蔡英文的面前 或许还是当红的 我们就回来看 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举动 跟蔡英文自己这段时间 他的说法做法 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性 过来聊 来看这个话题 最近白宫的顾问白邦瑞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做了一段话 他说川普接受我的建议 在处理两岸关系上面 展现了克制 包括我建议之后 他就不再接蔡英文的电话 川普后来也认为 当初接他电话是个错误的 那对于这段谈话呢 白邦瑞还附加了一句 他说其实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 信任的关系超乎一般人的想像 委员你怎么看这番谈话 这个白邦瑞还有一句话 你漏了 他说当初他劝川普 不要接那个电话 还被鹰派骂 鹰派骂 所以 我们接触的人 当然不会只有白邦瑞 实际上白邦瑞那个 百年马拉松 还在台湾有翻译本 白邦瑞自己也是鹰派 他只是 对习近平有比较谨慎的看法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个没什么 没什么 应该是说蔡英文打那个电话 也没有想到川普会接 这是一个意外惊喜 又是意外 一个巧合 其实我认为马英九 或者阿扁 历来都有打这种电话 可是大概都是他的幕僚接的 没想到是川普总统本人接 这是意外惊喜 不过这个白邦瑞他的后来就是 又是我们的吴钊燮 吴钊燮说 私底下去跟他了解了 说对方认为他本来的话呢 是稍微被曲解了一下 本来他是说 是北京希望川普不要接 不是他叫川普不要接那个电话 所以说推给北京了 但不论如何 川普后来还都是接受的这些建议 也都没有直接蔡英文的电话了 对 我们一般来讲是这样子 私底下谈的通常都不算数 那如果以吴钊燮的讲话 是说 这个不是 白邦瑞跟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的话 等于是说 蔡英文透过他的公安公司 美国的公安公司 那么去活动 说希望川普能够接他的电话 然后川普或者是他的 中国政策的顾问 马上把这个讯息跟北京那么去商讨 或者是跟中国大陆驻 美国的大使馆那边去开始讨论 然后他们再请示北京 北京说不要接 然后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更大了 所以吴钊燮这个讲法 他到底是学外交还是不学 还是不是学外交 意思也就是说 川普要不要接电话 竟然要先问问北京 那这个很严重 这个对于这个川普 在美国的国家的地位 国内的领导人的地位 说要不要接你蔡英文的电话 而且吴钊燮现在做过驻美代表了 对 然后原来川普要接 要不要接电话 要听北京的意思 要听北京的意思 那第一次他不听北京的意思接了 所以北京很生气 因此第二次 当蔡英文要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就不接了 这个说法出去的话 搞不好吴钊燮又闯了祸吧 吴钊燮又闯了祸 吴钊燮又闯了 吴钊燮又闯了 那你吴钊燮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 这个外交部长 这个外交做成这个样子 因为他知道这段 不会翻成英文 那你的意思是说 AIT在台湾的政治取贸事 都不干了 他私底下再去跟AIT 其实这样的风险 你要把它扩大来解释的话 其实是蛮危险的事情 不可以这样说话 对不对 一个外交部部长 不可以这样说话 我请问一下川普如果 就从纳斯之后 其实蔡英文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所作所为 也蛮符合美国利益的 刚刚我们之前进节目之前 我就问一下委员 委员新闻当中 当时解释 美国可能对于 台湾所有台面上的人选 蔡英文可能是最 follow美国的 No.1 那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可能蔡英文在 党内出现最危急的一刻 需要川普给他加点分的时候 再来一个电话呢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我个人倒是认为 美国人评估一定是 评估他自己的利益 那评估他 符合他自己的利益 就是他会评估说 谁的胜选的机率比较大 如果说是评分秋色 如果是评分秋色 就是说民进党跟他的对手 假设是打的评分秋色 这个时候美国 可能拉一把吗 我觉得可能拉一把 这是不能排除 因为拉一把 如果能够造成影响 那跟这个蔡英文的合作 能够继续下去 这个更理想 我觉得美国人必要的时候 还是会出手 如果一拉开民调的话 就不会有这事发生 我觉得如果民调一拉开 美国人觉得这个胜算不大 而且这样投下去 对他以后 另外一方面做工作 就很困难 他就不会投下去了 不一定是川普亲自出手 美国会出手 美国会出手 但是川普的效益是最大的 效益 我们来有一个话题 这个我们特别发现 以后把它截取出来 四月份 两个礼拜的时间之内 蔡英文讲了三次 四次 我是三军统帅 我们把时间跟地点给大家看 赖塔派开讲的时候 他说 虽然有人说 穿裙子的不能做三军统帅 但是我真的就是三军统帅 四月四号讲 他是去我们刚刚提到的 去空军的第四战术 战斗联队的时候 他讲 我要证明穿裙子的 也能当好三军统帅 四月十六号 台美全球合作 及训练架构 妇女父权场次 他又在讲说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有人 叫我女总统 四月十七号 他去视察澎湖空军部队的时候 就刚才那位 我们飞官少校帅哥 那地方的时候 他说 不管你穿裙子 还穿裤子 我作为三军统帅 国军的战术需求 国家自主防卫能力 就是总统必须最关注的事情 江老师 他三军统帅 等于是放在嘴边讲 是特别要讲给某一派 或是某一群人听吗 为什么如此 要强调在这个时间 于公于私都有 基本上 人的心里很有趣 就是对自己最缺乏最没有信心的 往往会用口号来壮胆 例如 你对于军人的称赞 不能说你会不会打仗 他本来就很会打仗 他听到一定不爽 你要说他是儒匠 文武双全 那读书的人呢 叫书见江山 他有书了 还有见 星期其实写诗 写词一定是 罪里挑灯看见 就我会读书 书见江山 金融写小说 会写书见江山 有一个弥补的作用 弥补的作用 所以基本上蔡永对自己 跟军方的关系 是缺乏信心的 这个毋庸置疑 这也是刚刚符文你前段讲的 他现在跟军方的关系微妙 所以他作为一个心理的投射 认为是不再 不断地强调 我是三军同算 不要叫我女总统 这是此其一 在他对自己的定位上 第二个 他对于郭宽敏 显然是不能忘情 郭宽敏说 川军人不能当总统 民党过去 除了郭正亮之外 多数人老一辈的 都有男性沙文跟沙猪主义 只不过我老一辈 除了你之外 老一辈都有沙文主义 就对女性 女秀也曾经深受其苦 他认为 女性为什么不能够当领袖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蔡永对这件事情 他很在意 他要再次证明 我就是可以 那其实像这种心态 不服输的心态 也反映出他大小姐的性格 明朝的秦良玉 他一样这个 当崇祯帮她写诗 真的他心静的写照 虽然他们两个不一样 他说赎紧蒸袍自裁成 自己做成了 桃花马上请长英 这个世间多少齐男子 谁肯沙场冠里行 男人比不上他的 都要均服他自己做的 均服他自己做的 是完全符合他的个性 所以他基本上 不因为所有均服都是给男生穿的 这种不服输的个性 我觉得是好 但是如果他能够多 倾听台湾民众 真正对两个人的关心 或许他把这个上兵发谋 其次发交 这两个都去掉 直接发兵这个部分 我就觉得直接跳过一跟二 去做第三选择 我觉得是可惜的 对川普来说 川普不接电话 这也是符合刚刚月先所说的 真的是自己利益的一个计算 对川普来讲 不是你的菜 他都不要先锅盖 不是你的爱 不要求依赖 不是你的神 不要随便败 不是你的货 不要随便卖 刚刚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他还是难以忘情郭宽敏 或者是 深律台独派 对他的指指点点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有一些 你要签到他民进党内的初选 也是有点点关系嘛 那就请他委员 因为民进党初选到现在 到底会不会做民调 这段时间又出现了一个大问号了 因为 蔡总统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 民调做下去 民进党会分裂 但是 你能够想像一个 民主进步党 不做民调的初选吗 他那个是后来做了更正解释 因为本来报纸不是这样写的 报纸本来是写说不要做民调 那这严重啦 你怎么可以直接推翻初选规则呢 所以他就说我不是这样讲的 我是说 我民调不会输 可是如果做民调 党会分裂 他说他完整是这样的 你也认为做民调党会分裂吗 如果这样那就不用办初选了 是不是 那区域立委 我们现在有14个区域 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出现呢 因为现在确实他看到这个台面下 你看他事后的解释也并没有解释 有修正帮助多少 没有帮助 对啊没有帮助 事实上他的对方阵营还是在攻击这句话 那 当然他就看到 双方阵营 台面下啦 就是剑拔炉章那个氛围越来越重 那当然 确实老毒派 对大蓝人主义比较严重啦 那就一直没把它看在原理 所以他当然很不以为然嘛 那当然他讲这个也有最近的因素啦 因为3月31飞越台海中线嘛 那感觉上两岸好像比较紧张嘛 所以他就要稳得住啊 所以我觉得两个因素都有啦 等一下民进党到底出选会不会卖民调 是让他个性真的是很强硬的 所以他会讲那么多次啊 我跟你讲他喔 他只有在他父亲过世掉过眼泪 嗯 他很少 他几乎 我几乎没有看过他哭啦 不像马英九动则哭啊 民进党会不会出现 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另辟篇幅 不过我先把话题转一下 来看这这个礼拜杀出来的台风郭台铭 郭台铭的民调数字 这礼拜大家也要看到的一些 我们帮他做个整理喔 如果是蓝绿对决的部分嘛 郭台铭不管是对上蔡英文 或者是对上赖清德都赢 而且都赢超过快10% 对于赖清德也超过9% 9%左右 如果是三方角力 把柯文哲算进来的话 郭台铭也都赢 柯文哲拿到的票 大部分是分掉郭台铭一些票了 因为蔡英文还是保持着20 20左右 赖清德有23 但也都是明显胜出了 我们看下一张 在蓝营内部的话 郭台铭跟韩国瑜 其实不相上下 差了0.8% 这也是民调数字的 政府无差之内 我先请大家三位来宾 一个比较哭手的问题 刚才川普是不接蔡英文的电话 郭台铭打电话 郭台铭打电话的话 川普接不接 yes or no 把我们举一下 yes yes no 賴老师为何 no 他们本来就有热线可以通的 不是 台湾的政治人物 现在我们把郭台铭 纳入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了 之前我们不会把郭台铭 纳入政治人物 他就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但是现在我们把他 纳入台湾的政治人物了 台湾的政治人物裡面 唯一能真正进入过白宫的 就是郭台铭 是啊 其他的没有 好 但是他是企业家的身份 进入白宫 那他答应的就是去投资 而且是巨额的投资 而且要创造 一万三千人的就业机会 那目前威士康星州的州长 说这个合约要重弹 重签 重异 因为他没有创造那么多的人 而且呢 他的投资也不到位 不过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他已经成为政治人物了 这就是美中台三角关系了 所以如果 这是一个默契 也是美国政府一贯的一个原则吗 你认为成为政治人物之后 他就不会直接通电话 我觉得 我觉得 如果郭台铭当选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川普如果接了郭台铭的电话 他的情况 也会跟他接了蔡英文的电话是一样的 那如果还没当选之前呢 没有当选之前的话 川普没有必要去介入台湾的内部的选举 因为目前来讲 中华民国的总统是蔡英文 所以他如果接了这个郭台铭的电话的话 他对蔡英文 难交代 就非常的不利了 那等于帮郭台铭助选 他等于是帮他助选 等于是直接接入台湾的内部的选举 所以我觉得 这个川普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郭台铭刚刚觉得是yes 你觉得会接觎私交吗 我认为他会打一些插边球 因为据我了解 那个川普那个女婿 Cushner 是常打电话给郭台铭的 他们是非常密切的朋友 那郭台铭据我了解是 五月会去美国 郭台铭五月非常去美国 不是政治行程 不是政治行程 本来就既定的 既定行程 那美国还有另外两个州 除了Wisconsin之外 坦白讲 都是川普需要选票的州 也在争取鸿海投资 那 就说他会不会用插边球的方式 就说比如说我承诺投资 然后搞个什么动工典礼 然后川普来个几分钟这样 我是举例 那能不能运作到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以他跟川普过去的那个生意上的热络的关系 他是有这个交情 可是岳天雄讲的也对 就当政治服务上台面的时候 川普如果承诺了这个事 那等于是帮他助选 那对蔡英文怎么交代呢 因为毕竟 再怎么好交情 第一优先还是蔡英文 因为现在台面上的 台面下的阴谋论真的太多了 我可不可以直接单刀直入 请教三位个问题 郭表泰要参选 到了明年11月11号 他真的会选到那一天吗 yes or no 他对啊 国民党的当然要选到底啊 不一定要 有人说他不一定到最后 可能有不可抗敌的因素 结果逼得 他临时退下来 结果无必需被迫要征到韩 也有这种说法啊 哇这个太 这个太戏剧了吗 太戏剧了 这个可能性不高 不高 他就是表态就一定会选到底 除非说郭的民调支持度 是逐渐一直下滑 是啊这也是可能之一啊 如果说一直下滑 因为我们通常看这个民调 我们基本上来讲不太会采纳 就是我们不太会采纳这个民调 并不是我对这个民调公司有意见 不是对世青大学有意见 而是我们通常不太会采纳这个民调 是因为郭台铭才刚刚宣布 刚刚宣布以后你马上就做民调 这个民调我们基本上来讲 这个可靠性是不高的 因为一般来说的话 通常都是你宣布完了以后 一段时间发酵 我们开始在做民调的时候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 这个民调的可靠性会比较高 而且我们会看 互比式跟对比式的民调 基本上来讲这些都漏掉 所以我们就对这个民调 我们在学术界里面来讲 我们通常都是参考就好 就是采纳性很低 因为这个很明显的 是属于政治运作的一个环节之一 而不是真正的客观中立的民调 我补充一下 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们也从国民党那边得到一些讯息 那很欢迎岳千兄现在来当这个反对派 不是 我要当反对派 我跟你讲 你看日期嘛 4月17 其实国民党一直在找候群人就是希望他能够赢科 那国民党也长期在做民调 那发现就是只有韩跟郭会赢 这是事实 那至于韩跟郭差距有多远 实际上国民党也一直在做 那因为你如果真的落差太远 你对韩怎么交代呢 韩粉怎么交代 所以据我了解是上个礼拜 这个我听国民党的朋友讲的 说他们内部的民调是超距3% 郭盈 不是韩盈 韩盈 韩领先3% 那我们物差范围就是3嘛 所以他们就认为 郭确实有跟追上的几率啦 所以 可是这里我再补充个内幕啦 所以事实上3月31号真的影响重大 你是民进党的 你对国民党的内部 他可以讲他没附来没包袱 因为国民党不好意思 讲蓝的不蓝的内幕 他可以没有包袱 我跟你講3月31除了 使我们小英总统 越来越像三军统帅之外 事实上 对郭台铭也是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听说啦 我听说他本来对参选与否 是犹豫不决的 那3月31那一天他很焦虑 因为他毕竟 这年纪大概都有碰过内战 都听过一些 然后他对大陆也是了解的 知道战争是不得了的啦 所以他就跑去找郝伯春 那郝伯春是他非常好的朋友 那郝伯春跟他就达到一个共识就是了 说如果没有处理 那2021到2022可能会出事啦 他们的结论是这样 所以他回去才动了这个念说 触动了他的心弦 他这个逻辑不通 我听说啦 我追问一下过远一个问题 因为你之前跟我们讲说 在美国利益的前提之下 台湾台面上的人选是 菜 大于猪 大于韩 美国人的心中嘛 菜是最乖 再来是猪 再来是韩嘛 郭大人比郭韩好一点 对我要问的是 那请问郭在菜猪韩 在美国新闻当中排进行 我认为郭还是在韩前面啦 在韩的前面 在猪的后面 不因为郭跟美国 事实上他昨天在洗白啦 没有错啦 他七成的事业还是在大陆没有错啦 可是他最近在全球化嘛 包括去印度啊 去美国啊 很多地方 那他也知道他这个问题啦 不能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所以在美国新中 郭台铭出来只在韩的前面 还排在菜跟猪的后面 我认为是在韩的前面 有没有在菜跟猪 大家就联系 没有没有在菜猪跟猪的后面 菜猪后面嘛 明显是排第三 菜猪郭寒 他做的是目前啦 目前 你刚讲说郭台铭会有什么 不可抗议因素不能选 我认为几率不大 不大 第一郭台铭不是第一天出社会 对啦 你要说他有一些 比较属于传说中的负名资料 他这些年早就弄过啦 就等于都洗过一次 洗过两次 洗过三次 他没有什么比较特殊 或者是大家所不知道的 负名资料能够出现 就让他不可抗议 第二 第二 韩国瑜如果说 这最后是郭台铭出现 韩国瑜一定会全力加持 这不用讲 我说 如果韩国瑜是 国民党这个 沙丁鱼的碾鱼效应的话 那郭台铭如果不是鲸鱼 就是鲨鱼 因为全力不一定 问题要最 我的意思说 韩国瑜一定会去加持 一定会去帮忙 对他来说 他有去助力的话 成功不必在我 但一定有我 他们一定会这样做 第三个就是 蓝军再不济 他有基本盘在 也就是当蓝绿同时归位的 那 柯文哲的票 我认为会逐渐的下降 就大家会归位嘛 选立委 选市长跟选总统 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说 郭台铭 除了说你有天大的秘密 或者天大的震撼性的消息 目前看起来没有 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就是从锅要确定出来之后 绿营方面怎么样来打锅 有没有一些已经 刚才姜老师讲说 过去摊开这么久了 很难有一个 啪一下沉痛的一击 那之前对于韩国瑜来讲 控红帽子也没笑 那控红帽子在锅身上 有没有笑呢 我们回来继续讨论 台湾首富郭台铭要选总统 大陆也有报道 不过大陆报道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上面 特别把郭台铭的帽子 上面的中华民国的国旗 给马赛克了 北京当然是欢迎郭台铭 到大陆去投资了 但是郭台铭如果参选的话 北京的态度又是会如何呢 所以这一段我们来聊一下 北京跟华府 对于郭台铭参选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下 美方的一些报道 包括了New York Times 他说台湾跟中美之间 没有正式的关系 郭台铭有直接跟华府 和北京高层的人脉跟对话 这是所有台湾其他党内人士初选 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不过也有美国的学者认为 郭台铭的商业背景 让他有别于蓝绿 其他的候选人之外 也必须要清楚地说明 他的庞大企业 接下来该如何处理 CNN我觉得蛮妙的 CNN特别有一个标题 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忽视 超级富翁他们的能耐 或许是他们过去这段时间 跟川普交手之后 自己也藏了不少的苦头 CNN说如果郭台铭 当选台湾中等的话 要面临修补两岸关系 以及维持台美 传统紧密关系的双重挑战 当然也有学者再次的質疑 郭台铭如何平衡 他在心目当中 台湾的利益 跟鸿海利益之间的做区分 我先请到三位来宾 先帮我简短用一个字 来写出来 华府对于郭台铭 如果去选台湾中的话 有没有什么样的担忧 我们先简短用一个字来代表 邰老师认为无不担忧 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对 那委员是且勉强 勉强 勉强 那佳教授是一个 Loyalty 中 那邰老师无就不用解释了 我现在委员 勉强什么意思 勉强就是 事实上那个CNN 第一句话就是很有道理 就是说 因为美国的军方 虽然郭台铭跟川普 是有私交的 跟很多高层也有私交 所以政治上问题不大 可是问题是美国 美中台这个军事的矛盾 已经非常明显了 就是说 两岸军力失衡 那F16V 如果郭台铭当选 你要不要买 就很具体的问题 郭台铭之前是 直接了当的讲说 我们不应该跟美国 买这么多武器 因为他又讲国防 韩国语讲国防靠美国啊 很诚实啊 对不对 那郭台铭就国防靠和平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 靠和平协议就够了 所以这个问题 一定会突出被问啦 就是说 两岸军力是不是失衡嘛 那台湾要维持这个台海和平 有没有必要增加军力 你那勉强是 华府勉强接受郭台铭这个人选吗 我认为是军方有问题 有意义啦 美国的军方 可是政界商界 当然是没有问题 美国的军方就是 会直接到接下来 对于台湾的军售等等嘛 而且这个问题 今年就会发生啦 所以他必须回答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人会问一些很直接的 比如说你是不是反正一国两制啊 这种问题你都必须回答的啦 我只是好奇真的 郭台铭自从他选总统之后 这几天每天记者包围的团团转 好像台湾没有什么记者敢直接问他 你对一国两制要不要直接表态 台湾的记者是不敢来麦克风直接问吗 我觉得迟早会问的 迟早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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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还不是国民党的候选人 对 他如果脱颖而出 成为国民党的唯一的候选人 我是觉得说 可能郭台铭给别人感觉有点凶 记者在直接问的时候 但是 但是当他成为一个候选人的时候 那个 我们的记者 有看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啦 我们的记者的态度 我认识蛮多媒体的人 因为怕他 怕他 不因为确实有人被告态 因为他是一般人的话 你觉得记者不会直接的麦克风 你要不要先表态一国两制吗 当然第一时间就问啊 因为他原来是鸿海的总裁的时候 那他是生意人 企业家 那当然记者问他的时候 就怕他被他凶 可是当他成为 中华民国总统的候选人的时候 那2300万人是他的老板 对 他已经表态要参选 他就已经 已经 媒体应该是 走过去的传统 总统是公主 很多媒体要问这个问题才对的 因为他还没有脱颖而出 因为都怕他说 如果他一旦没有脱颖而出 他没有出来选 那以后会不会怎么样 可是当他已经是 国民党的候选人 一定要出来选的时候 这个时候记者的态度 就完全会转变喔 他的民调已经推而出了 就是记者没有跟进去 为这问题 但我绝对相信老师说讲的 因为接下来他无可回避嘛 媒体一定会问 那刚刚还忘了问委员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再给你救教 他还会不会去趟美国 你刚刚说五月份会去嘛 是单纯已经安排好 候选人本来就要去考试啊 对 我说除了五月 所以华府是一定要去的啦 五月份除了那场生意行之外 他一定还会再去一次 一定要再去 一定要再去 华府一定要去的 尤其是跟国安单位一定要见面 到时候面对美国的军火商 或是军方就 一定会问 一定会问 江老师你认为是中 对 美国华府对他的态度是中 什么意思 他可能会比较在美中上面 他不太可能保得等距啦 前两天过来你们去参加印太会议的时候 他公开 包括这个孝美琴承量商在内 除了他对他们有一点意见以外 他就公开说 美国都卖旧武器 用旧武器来骗台湾 有没有 这个基本上到那个地方去踢广 而且踢得这么明显 那就是表达他心里面有数了 美国人看在这眼里面 当然会担心说万一 或是说在场美国的参议员 对 我刚刚这样说 那一段话是会被翻译成英文的 不是像上一段台的 那一定是好英文 不会是蔡英文 所以心上有忠嘛 Loyalty 对于他对于在国际政治上的忠诚 或者是等距 他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如果说真的从军火商 或者是从贸易商 或者从川普角度来看 他当然希望 郭台平最好能够保持等距 或者是像这个蔡英文一样 比较倾向美国 但问题不是 郭台平真正的发迹 除了在台湾土城以外 那个地方最低 全台湾最接地气的地方就是土城嘛 整个城市都是土啊 一接都接地气啊 所以同好从那来发迹出来 可是真的让他赚到大钱的 都是中国大陆 在大陆 都是中国大陆 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 心中摆中国大陆 这很正常啊 Loyalty 但如果摆两个中 他就心腹大患了 两中就一串 所以对美国人来说 选郭台平 所以这个中是心中有中国 心中 他担心心中心里面 比较倾向中国 他没办法做到等剧外交 这一般人 会这样想 我觉得很正常 那华府如果真的 郭台平再去做一趟面试的话 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说辞 因为他现在没有两岸论述 他只有之前支持过九二共识 对 那没有两岸论述的情况之下 你如何让他接下来 如果真的 他是要选到底 到明天1月11号还有他的话 他得去到美国 怎么样让美国安心 我认为回答他自己讲的话 就是国防靠和平 虽然我不赞成了 我也不赞成 就是和平跟国防之间 那是和平靠国防啊 其实你看所有的军备 准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战 就打仗目的是为了不战嘛 以战是要止战 但如果你都没有能力 从来慈悲都是强国对弱国的施舍 没有绝对 所以如果台湾只要希望美国 或大陆对台湾施舍 那你就永远没有任何力量 能够站起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回过头来说 关在美一定会从和平的地方去看 因为言为心生 常恨言于浅不如人一生 所以关在美他已经讲了 国防靠和平 我认为他要从和平的地方去做处理 希望能够维持美中台之间 这和平的关系 那他怎么去说 他现在已经有公安公司 还有他已经幕僚 这帮他做处理 我认为很快在论述 如果郭台铭真的要去到美国做面试 很多人是替他比较担忧的 会不会变成像柯文哲今天去到美国 反而是没有加分 倒是被美国坦播制度血果 认为他是两岸论数比较空中 因为他毕竟是国民党的 所以他有基本论述 好 委员跟你就交一下 因为郭台铭出来 贵党 会如何看这位对手 连你作战策略 有一个报导 现在当然不能讲 相不能讲 但我问你 会不会往这方面来做 来看一下这篇报导 这篇说 如果郭台铭无法百分之百 出脱鸿海的股票的话 就要把他的参选 当作是阿贡的阴谋 这怎么讲 这篇文章要做的是 这是一个性传媒的一篇 像社论的 他说有前车之鉴 希特勒当时要併吞奥地利的时候 在奥地利里面扶持了一个纳粹党 那纳粹党就不断的闹事 希特勒要併吞之前 就要求澳国的总理 你必须要把这个政权交出来 给纳粹党 不然的话我们的坎克车 直接开到德国去 那被迫于现实的状况 当时的澳国总理 就把这政权交给了纳粹党 就纳粹党当家之后 两天就把门给打开 欢迎德国坎克进来 所以两天 德国就吃下了奥地利 这篇文章的分析是 如果郭台铭无法百分之百 出脱鸿海股票 切了一干二净的话 共产党或许也需要这样的一个 理应外合的机会 郭台铭可能就是共产党的一个契机 这篇文章我得讲说 这是完全一个剧本的推演 蛮阴谋的 但因为我们看到之前 要把韩国瑜打成红色的同路人 但是是无效的 但对于郭台铭 你认为民进党接下来会主攻这一块吗 不 依法财产是要信托 所以他法务已经在处理了 这个都不是问题 其实他也不用举那么远的例子 人家举的例子应该是说 他会变成许文龙第二 就是说比如说 因为你毕竟还是家大业大在大陆 那对方会不会比如说 扣押你的员工 然后作为勒索的条件 或者是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最近他宣布参选 FIA 互联网 这个香港暂停了 暂停了 那如果他对F16V有意见 那当然会惹毛大陆嘛 至少大陆的五毛一定很生气 那搞不好你股票要跌停好几根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关系 他怎么去拿捏 因为许文龙确实那一次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副总在大陆被逮捕 那他就读了那个信 那你如果身为总统 那会不会说用这样来逼 所以你在两岸上面 你在谈判上就必须让步 这个问题一定会被问的 你不要讲民进党 所有的人都会问 那我相信以他的聪明 他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 他怎么接招呢 如果碰到以上 我又不是他 我怎么知道呢 反正他一定会有台湾 最强的公关公司帮他嘛 是啊 那到时候 岳千兄可能改变立场 也就会支持他嘛 所以 所以他不会缺这种幕僚的啦 总会有一种说法啦 我们正在今天看到 韩国瑜基本上 刀枪不弱 因为已经他被神化到一个境界 你在扣红帽子 他在选前队长92公司 我支持 无效 那郭台铭呢 绿营付分不断的扣红帽子 我觉得也无效啦 你觉得也无效 也无效啦 因为以郭台铭的 整个产业的布局来看的话 他是全球性的产业布局啦 当然他的重心是在中国大陆 可是不要忘了 他还是创造了中国大陆 六十几万人的就业机会 那以一个中国大陆的 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他们不可能去要挟一个企业的企业主 那么说 你如果不听从我的话 我就对你的企业做什么动作 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 不会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 中国大陆并不是就有一家红海 他是全世界的企业 全世界的500大里面 几乎都在中国大陆投资 那你这会引起 有多少的企业主的担忧 也就是说你今天 其他企业主不是总统啊 不是 我觉得另外一个部分里面 他会让其他的企业心里面 会不会有寒蝉效应之类的 我觉得不会 因为大陆 第一个大陆不会这样做 第二个郭台铭 一旦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他的利益的考量 不是企业利益考量 他必须要站在一个 中华民国总统的角度 来思考他的一个台湾 我们中华民国的利益嘛 这才是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法定的一个责任 这一点上如果郭台铭当选的话 我对于他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度 以中华民国的利益 为他的优先考量 这点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我也不会有任何疑虑 就是说我觉得 他不可能 因为他的企业受到怎么样 然后他就出卖台湾的利益 基于什么 不可能是 基于他自己背景吗 我个人认为在台湾啊 参与政治的 最后要选总统的 都有一个使命感 其实不管是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不管是以前的马英九 我觉得多少都有点实力 不過岳金雄 你这个是 我个人主观不会干这个事嘛 可是竞选过程 你不能说我保证我不会 你用这样不能回答啊 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基本的态度是在于说 第一个中国大陆 不可能去要挟你的企业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你刚刚举这个 许文龙就碰过 你刚刚举许文龙的例子 但是问题就是 许文龙支持台独啊 郭台铭从来没有支持台独啊 郭台铭是反对台独的 不是啊 郭台铭如果被迫买F16V 被迫买F16V 怎么会叫做支持台独呢 那要看你怎么解释 因为大陆有些人就认为这样 那也就是说你买 你买 因为我为什么会 我为什么会一直用5的概念 就是说因为 郭台铭说 我对美国买武器 那是买过时跟无效的武器 那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 他对武器的政策一定会有所调整 也就是过时无效武器他不会买 但是问题就是维持现有的武器的正常的运作 这一点他还是会继续做 因为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也就是台美中三角关系一定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错你这个立场跟我们很像 没有嘛 是因为你们要买F16V 中央升级 不是你们买F16V 升级军备是必要的 你们买F16V 不一定要连结到统独嘛 不是嘛 郭台铭如果会被质疑的话 岳飞兄兄兄 应该你们说了 就其实现在所有的国防预算 未来十年都没有了啦 蔡英文这次签下去 就包括整个高交际的训练 已经用了5000亿新台币已经签下去了 就有关空军这一块 未来十年没钱了嘛 所以郭台铭就算当选 我现在不知道 假定他当选 未来十年 这有关买军售的部分 除了买新的预算出来 不然跟他都没有关系 他可以说是 你明天懂 不 我们怕他毁约 他不玩 这另外一个层次 这另外一个层次好 我现在没有要卖你菜 没有要卖你菜 我们等一下回来继续聊北京 太多 因为我们刚刚聊的是来自华府的一些观点 怎么样看郭台铭 等一下我们来回来聊 北京怎么看郭台铭 他参选总统这个事情 我们一起来宾音用一个字来做评论 马上回来 上一段我们聊的是美国华府 怎么看郭台铭参选 接下来我们来聊北京怎么看待呢 同样请三位来宾帮我们写一个字 来 老师你今天就是一个字又那底就对了 无 我原来是爽 然后江老师是顶 老师无又是没什么意见 我觉得不会有忧虑 不会有忧虑 因为第一个他绝对不会主张台独 他一定是反台独 是 所以他主张九二共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他绝对不会有忧虑 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来讲的话 郭台铭出来选 对于北京来讲他不会有 他不会有 我们来看 什么的担忧的地方 环球时报的这几段文字 或许也呼应赖老师的一个说法 因为看起来 他的文字是有点不痛不痒 他上面写说 谁在明年申选 对于短期的台海局势 但是有关键的意义 但是从长远来看 又不是那么重要 台湾的体制决定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 都不太可能在台湾长期执政 这环球时报 对于郭要参与之后 他的一个人表述 但奇怪 你既然觉得说 短期有点意义 但长期来以后不重要 那他对于蔡 是批得蛮重的 对不对 因为他主张台独 对 可能他说长期来讲不重要 那你不管是蔡或是赖 应该也不是不重要 可是 这个是大家自己看一下 那我已经刚刚讲说是爽 爽 爽在哪里 韩国瑜坦白讲 北京有点抓不住 比如说这次讲 这国防靠美国 技术靠日本 大陆就很有意见 那也包括坦白讲 韩国瑜是 比较像是 这个群众运动上来的 他为那个穷苦人讲话 那这也不是 惠台31的习惯的逻辑 因为北京就是以金触筒 用经济的逻辑来争取 这个台湾方面各方面的运作 那郭台平基本上是长期跟大陆 高层也认识 那商业界也非常熟 比如说他跟马云就很熟 那跟日本的孙正义也很熟 所以 北京认为如果郭台平这样的人当总统 刚好接上他的会台31 那两岸的经济的合作 一定会走到新的阶段 委员的解读就是 我刚才上一段是聊华府 华府你也认为说 郭牌在韩的前面 在北京讲书你的解读 也是郭牌在韩的前面 江老师你说顶 选前当然是置顶 放最高的前面 因为郭台平毕竟跟大陆的关系 还有他自己的生意 我现在都不是质疑 我说就人的感情来说 自然是比较深刻的 也就是说 在选前当然是攻顶置顶 对郭台平来说 他最大的优势就是 现在在台面上的选举的人物里面 别人能的我都能 别人不能的我更能 这句话是那个龙门飞甲里面 语化语所说的 就通常管的我要管 通常不能管的 我性格要管 我通常做得到 所以他有 他有目前台面上一些人物 包括蔡英文在那边做不到的 他都做得到 川普他也能 習先生他也可以 所以他确实是做到这个特质 可是问题是 管企业跟管政治还是不一样 坦白讲 民进党再不计了 好歹他是两层到三层 这个选票一定会在 也就是说 当你到立法部门的时候 他压力就在那里 郭先生不太可能 像现在在红海里面 我有独尊 你一个人说了算 没有 台湾的社会没有一个人说了算 你面对这些压力来的时候 可能郭董现在有他的立场 可是进到政治圈里面 进到厨房的 厨房的热度不一样的时候 你顶得住吗 包括刚刚前面所谈的国防 如果蔡英文现在签肠 因为签下去了 如果台湾到时候没有钱了 你要不要继续去买 这是第一 第二 风力发电 这是很明显的问题 是 台湾花了将近6千亿到7千亿 包括赔偿金在内的核四 你要不要重启 那蔡英文现在上来 变了两兆新台币 还没有完成 很多股市的大行已经赚了大钱 有些股票那个BPS0点几 0.2还负的涨到100块钢铁 结果这个要说 我们在自制的 这两天发布新闻 不是 我们还是用进口的 这转来转去 像这些事情 郭董你先上来之后 你能不能顶得住政治经济 能不能顶得住 台湾现在蓝绿 还是各有版图的情况之下 所以你要不要做适当的妥协 这恐怕北京还是对他有一些想法 江老师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就是 郭台铭制作业跳出来一个量 也就是 就是别人参选的 你能我都能 你不能的我还能 当中一个就是包括了 跟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一个管道 有一个小的故事媒体有报导出来过 就是在郭台铭去威斯康辛 跟川普这个一起破土之后 据说李克强看到这画面 然后也就直接打了电话给郭台铭 就说那我现在也想看一下 你在河南郑州场的一个状况 就郭台铭就直接又飞去中国大陆了 然后也就带李克强去看了 红海在那边的厂 富士康在那边的厂 那边雇佣30万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 这个就是刚刚郭总讲到 你不能我能的部分 但我想第一个请到赖老师 他如果真的当选了 或是成为一个候选人了 这样的热线依旧会存在吗 第二个就要继续追问 那从国安的角度来讲 一个台湾领导人 两边都能够直接通话 是好还是不好 我这样来解释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这样看 中美贸易战是去年5月 美国开打的 那美国要开打 对中国大陆开打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大陆把贸易战在做定位 做评估 那他们解读 他们认为这是第二次的鸦片战争 那他们解读成为第二次的鸦片战争 这个我觉得习近平的态度 表现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到这个北海舰队去看 当时的北海舰队是怎么被打破的 然后有谈到 因为我7月份的时候我有在场 他有谈到这个香港澳门 那时候中国大陆 清朝的时候的国家那么大 被一个英国的舰队这样打破 可是他说现在的中国不一样 所以他把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发动的贸易战 他视为是鸦片战争的另外一种 所以他是在全面性在抗战 那全面性在跟美国人交战的一个过程中 你郭台铭跑到美国去做 这么庞大金额的投资 他们的解读 跟我们台湾的解读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像马云也跑去美国 说我要去那边做投资 有点背叛感 对 所以马云后来马上就回中国以后 辞掉这个董事的 100亿美金带美国 他在大陆远远不止100亿美金 你还没听懂 那个时候正在交战 正在交战的时候马云一回来 你董事会主席一年后就拿掉 一年后就拿掉 很快呢 他宣布了 你就看到 其实为什么李克强说我要到河南去看 其实他为什么马上要回过来 我告诉你 而且我还不是第一把手 是我第二把手我到河南 所以就是 关键时刻的表态 这个就是 资本主义的国家对商人是朝外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对商人不是这个态度 社会主义的国家是要站在国家的利益 那这是要站在民主的利益 完全不同思维 所以你这个企业家是要服从于国家的利益 那你这不是呼应我们民进党的立场吗 我没有呼应你的立场 有啊 民进党是会主义的 就是他未来一定会面对中国的压力 不是 你们民进党是把两岸关系搞坏 要把台湾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那个让我们的老百姓痛苦都不堪 我是说针对郭台铭你讲 他会面对中国的压力 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于说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这个不是一个 因为我这个讯息是蛮直接的 而且蛮准确的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 太好了 所以对于北京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郭台铭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是不对的 是不对的 那我们这边解释说 是他跟李克强的关系很好 那是因为北京 他们本身的手腕的处理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也非常的成熟 而且也非常的力道 也非常的精准 就大老师这样讲的话 如果郭台铭当总统 他还依旧有那样的热线 我反而会有点担忧 因为一旦当总统 因为你随时都电话给我 我就直接接我 可能必须要听或怎么样 一旦当总统以后 你就要回到提示里面来 嗯 没有川普就不用国安局的电话 不是啦 他用自己的手机 川普是可以这样做 台湾不能这样做 谁说的 台湾怎么可以这样做 郭台铭谁敢管他啊 为什么不能管 还有反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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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反对党很凶 民主党也没有办法管川普 你说你要用国安局提供的手机啊 有啊 他的那个通俄门把川普卷到 我知道 第二次的特津费的时候 可是他个人的手机还是在使用 第二次的时候 那个川普已经是谈判的时候 心神不宁了 然后看着他的大将出卖他 有像蓝老师这样回说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按部就班 他成为总统参选人 或他真的当了总统 就一切回到体制之内 就是有一个 我个人认为说 他这个个性不是这样的 因为月前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 在美中贸易战那个关键时刻 你做的动作都会被人家理解成表态嘛 比如说蔡英文确实也表态嘛 比如说华为 我们也说要禁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 虽然那个动作 也许郭台铭认为说 100亿美金算什么 可是大陆的解读就不是这样 他就觉得说 我们正在紧张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偏那边 所以这个问题同样他也要面对嘛 就好比说 如果台湾真的 因为中美的关系不会解 不会完全的解 所以他以后接二连再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对 比如说我一直强调F16V就是这样嘛 因为F16V确实就 就歼11至少是碰上 至少大陆空优 除非他那个歼20赶快发展 他现在只有20架嘛 还早嘛 那空优至少他就没有优势了 所以北京把F16V当作是重大军事采购 那郭董要不要表态 虽然说是我们编预算 可是郭董可以毁约啊 毁约就得罪美国嘛 他会夹在中间 就有点像 美国下面有要卖给我们 会啦早晚还是会卖 但没有要卖嘛 我们轻松一点 我来插播一个话题 这个是包括了两岸跟很多海外的华人 最近都除了我们的节目之外 经常会收看这一个大陆的一个剧 叫做都挺好 都挺好 都挺好这个剧最近红啊 在描述什么呢 描述一个 非常风光的一个家庭 表面风光 不过私底下暗潮汹涌 各自呢 都有一些算计在 因为三兄妹这里有些爱恨情仇 因为妈妈的过世佛上的台面 一个家庭 如果你算得太清楚的话 那会伤和气 算不清楚 就一定会有人吃亏 一时的忍 有人会感激你 但是呢 你每次都忍 别人就把你看清 看色汉 所以这个 是一个家庭剧 但你把它套用在台湾的政坛上面 完完全全没有违和感 因为现在蓝绿的初选 感觉就像这样子 如果你一直让呢 你把我看小的 但我一出来呢 你就说我要闹分裂 我这么有智慧必须要处理的问题 就请大家加江老师 这么有智慧 蓝绿现在看起来 都搞得要分裂一样 你觉得如果你是两党的 不管是吴敦毅或佐隆泰 你怎么样去做一个解决 看我是不是当事人 我如果不是球员兼裁判的话 那就比较好处理 欲求万全不得一拳 都挺好 基本上三个字就是霍西尼 人世间怎么可能都挺好的 你现在看蓝绿的两党主席 是不是都希望都挺好 都霍西尼 不是吗 所以搞到初选一直往后延 因为你霍西尼 所以事情没有厘清 问题反而自私欲分 如果你把规则定好了 赢得赢得 理直气壮 输的人怨赌服输 政治不霍西尼怎么团结啊 很多时候像游戏规则 这种事情 我也讲的真实话 当整个大事底定以后 也许有些小节 小小的这个分争可以做霍西尼 可是如果你是像初选 像制度这件事情 你霍西尼那没有没了 老师 因为制度如果定下来 就不能都挺好 因为制度定下来 就会有人不爽 现在不就这样子吗 因为有一方认为被突袭嘛 有赢有输嘛 这历史从古到今都一样啊 就是成王败寇 李世民把他的兄弟姐妹都干掉了 还是没有违背他 最后在历史上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 对吴敦云来说这一次 都干掉了他老爸唐高主没有选择了 只有差了 比卓隆泰 现在就是 就全部都死光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 是是是 民主社会好处在这里 以前如果要挑战蔡英文他讲谋逆 朱九竹啊 现在没有 就赖清德直接干掉他 就是我要挑战你 你觉得哪一边分裂的机会比较大 现在看起来 绿营分裂的机率比较大 绿营分裂的机率比较大 对目前看起来 我们做后续观察了 因为初选两党都是往后延 但我们今天会持续做关注 等一下回来聊一下就是 金正恩 他已经有段时间没有 在国际媒体的讨论焦点了 看来他最近又要 重新回到 大家众所矚目的位置 马上回来 这个礼拜全球 再关注一个就是北韩 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走 因为在烧岛之前拍到一张照片 微星公布了 这是北韩在宁边的燃 核燃料设施里头 疑似有放射性的物质被移动 当时大家就来猜 这照片是比较前几天拍到的 说北韩是不是要开始要准备 是不是要有些动作 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周末 又有照片出来了 这是北韩的官媒 在这个周末说 北韩成功试射了一个 威力强大的一个弹头 据说是一个新型的飞弹 公布了金正恩都军的照片 笑得开心满意 跟飞行员握手 心情大好 请问三位来宾 我们上一次看到川金二会 等于是川普的突袭 川普的突袭 感觉金正恩被摆了一道 回去养精蓄锐 休息了片刻 再思考下一步怎么走 想来想去 还是射飞弹好了 所以他要回 重回他的老路 开始用继续恐吓射飞弹吗 你怎么看 Yes or No 接下来会不会 越来越多次会继续发生 都会啊 我记得不久之前 我们节目讨论过这个话题 大家都认为说 金正恩应该就不会 重回老路了 但我以为你觉得 他接下来还会有越来越多吗 我觉得川普那个突袭啊 突然之间说 哎我们还有拍到别的照片啊 那要求你也连代表这个处理掉 嗯 额大大了 坦白讲这个在谈判上 是很不厚道的 嗯 而且他就直接walk away 那这个当然让 坦白讲金正恩现场是没法做啦 可是回去之后北韩 是非常不满的 嗯 那我们也看到他跟文在寅 那个对话就暂时停止了 嗯 他是非常不满的 而且他回去也要交代内部 嗯 你怎么不人家被人家打在耳光 是 然后你都毫无表示 国内会质疑他的 而且坦白讲他已经拆掉了一部分 嗯 他并不是无所作为 所以他就 你做那么多 然后连那个国际的制裁也 一点点会 给你解禁都没有 嗯 所以 gain nothing 什么都没得到 这个如果金正恩再重回 射飞弹的老路的话 牵动的关系非常多 包括他接下来想要跟普丁见面 然后在这个时间里 你又射飞弹 那是否北京 呃 可以拜年的角色又更多了呢 在中美贸易到最后要 谈到DEO的阶段 华府是不是又更需要 习近平去安抚一下金正恩呢 这牵动的关系非常多 不过我们先来看金正恩现在 除了射飞弹之外 要求美方 你必须要换人跟我谈判 Pombeo No 你换别人过来 Pombeo 身为一个美国的国务卿 他非常闷 他对外讲说 我跟金正恩相处的时间 比金正恩跟Denis Roderman 还要更多 我是最认识他的美国人 你居然不跟我谈 他有点委屈 来 江老师你怎么看 现在金正恩这些所有的动作 都是在累积 他接下来要穿金三会登场之前 他的能量吗 金正恩他的家族的权力来源 是造神 从他的祖父 爸爸跟他 神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 他不能够被解构 不能够出现示弱的情况 神不能够出现一些破绽 否则他所有权力基础就瓦解 他民主政策一票票选出来 再讨厌他 他任期就是四年 除非他犯了民心法上的错误 所以神这件事情 他一定要继续神格化自己 那这当然就是 你动摇他的政权 川普的做法就是四个字动摇政权 民主国家动摇国本 可是对金正恩来说 你这个就是动摇我的政权 所以反而你回去呢 你在解构的政权 我要重新修复 所以他现在回去 什么样的力量 能够让我重新获得人民的敬重 然后让美国跟其他国家会害怕 飞弹 飞弹 飞弹吧 说不定他还保留一点点东西 以核为贵 核子弹的核 以核为贵 是 你川普不跟我 以核为贵 和平的核 那我金先生就来 以核为贵 核子弹的核 保留一点 这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先不要谴责他 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 就是你不给我路走 我当然 我无路可走 我只能走这条路 因为毕竟天那地大 我的政权最大 这是人之常情 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讲 现在如果在保留他的飞弹 同时跟大陆去修好 上一次到越南 他坐了60个小时的火车 非常忍 坦白讲 我们坐60个小时 我们都没办法乘坐了 他可以坐60个小时 那这一次呢 如果金正恩再重新 跟大陆修好 修补更有关系 然后就跟普丁 恐怕未来 在中美贸易战当中 北韩跟金正恩 他扮演这种杠杆的角色 的可能性越来越强 那老师您来看 金正恩这举动 帮北京增加能量了吗 北京是不愿意把这个 朝鲜的问题跟贸易谈判 拉在一起 拉在一起 我们已经 比较明确的看出来 北京很清楚的知道 它跟美国的关系 已经不会是全面性的正常化 也就是说竞争合作是一个常态了 竞争合作是一个常态 不只是在经济领域方面 所以你会发现北京现在的 例如说他们的外交部 他们的驻拉丁美洲的大使 他们直接批评这个龐贝奥 都是已经是到 那个力道都很强了 例如说这个人言而无信 这个人不配搭一个外交官 这个人没有怎么资格 你看他们的力道都很强 所以等于是未来北京 目前已经选择跟美国的较量 是在国际的场合里面 在政治领域可以合作的 但是也直接攻击 军事领域可以合作的 也可以直接攻击 也就是说基本上来讲 我觉得大陆已经确定了一件事 就是说你要把我当敌人 我告诉你我就是你的敌人 我就是你的敌人 你看要怎么玩 我们就怎么玩 所以可以合作 可以竞争 这已经是目前中国大陆 跟美国之间的态度 已经不再像以前说 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 没有 这句话北京 就不再用这个词了 就是该怎么斗就怎么斗 亮见了 我觉得已经亮见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很痛苦 因为在国际上 该说 该骂你就骂你 而且是毫不留情地骂 在任何一个地方 一带一路你不来 那就不要来 没有人邀请你来 对了 那个态度已经是非常的强 所以在看美中关系的时候 就不用再把北韩的东西 拉进来 做一个杠杆的考量 北韩的问题 我觉得这次的试射导弹 这次试射飞弹 我觉得非同小可 是我的估计 相当有可能是多管的火箭弹 而且是多管的长程火箭弹 相当有可能是低核当量的火箭弹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战术核武 这种低核当量的战术火箭弹 它目前的试射成功的话 这个对于韩国来讲 对日本来讲的压力非常的大 也就是说甚至对于在美国 在韩国的美国人来讲压力也很大 因为这种导弹的这种作战能量 你几乎你的任何导弹是没办法拦截的 他是多管火箭弹 是没办法拦截 所以金正恩去的时候 你看这一次非常的开心 试射的成功 我估计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一个 接着他马上去 目前可能应该是到海森威 到海森威 而且跟普林见面 对 去海森威相当有可能还是坐火车 坐火车的话会经过中国大陆 所以会经过中国大陆进入海森威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会发现 这个金正恩跟习近平的关系 因为我看到他们写了一封信 也就是习近平给这个金正恩的祝贺信 那个金正恩回信的时候 就谈到他跟中国大陆跟习近平的感情 是兄弟般的感情 而且他认为我们已经进了去考验 这个感情他永远会珍惜 那就表示中朝的关系 中国大陆跟北韩的关系 已经紧密了 现在是朝鲜在拉跟俄国之间的关系 跟俄国之间的关系一拉的话 那经济制裁 俄国人才不甩美国人那一套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在导弹技术方面 不是核技术 导弹技术方面 俄国只要提供给金正恩 他随便提供以前我买东西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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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